从大理住处 步行再转两班公车 梁春子往往要花费两小时 才到西区柳川环保站 妹妹杨玉梅 从小过继给邻居当养女 两人好感情 梁春子邀约投入环保 我妹妹也做了七十多岁 还真退休 我想这样在她家都没做什么 我就靠近地跟她说 杨玉姨杨玉姨 你来我们台中 我带她来看补餐好吗 她说好啊好啊 做环保风雨无阻 有的是一颗坚定的心 五号是当时 想到人比较适合 不然不乱 有时候让少年很久 有关就有力 就好 三千亿就给她出来 其实梁春子 常年左脚肿痛不太能走 做环保慢慢找回健康 她说人生巴苦 病苦为罪 想到先生往生前 失智退化 常年靠鼻胃管禁时 内心还是不舍 她替先生圆满荣董 先生往生后 把全部心力投注环保 用行动持续替先生 植服田 大爱新闻 珍善美志工 朱怡化 薛伟成 台中报道 还有这一位